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黄豆面发糕 咱们到底怎样做才能保证松软度 先看一下材料 这里是中筋面粉,准备220克 如果有低筋面粉也可以用低筋面粉代替 准备黄豆面80克 这个黄豆面要蒸一下 把这个豆气去掉 晾凉之后和这个面粉搀匀 然后加上酵母4克 这个酵母稍微多一点 让它发的旺盛一些 然后把酵母搅拌匀 水量是300克和面粉是1比1 头一次加水的时候可以先多加一点 然后搅拌匀 搅拌匀之后它呈现的状态像这样粘稠 然后咱们继续搅拌 搅拌到里面没有干粉块 比较匀了 然后把剩下的水再加进去 咱们这样来和面 就能保证这个发糕的面团里面没有干粉块 也能保证水分是匀的 这个和好的面团尽量偏稠一点 如果咱们不常做 新手第一次做一定要弄得稍微稠一点 这样才能保证成功率 然后把面糊封上保鲜膜进行发酵 第一次发酵的时候 建议大家一定要给它发旺一点 哪怕稍微发过一点也不怕 千万不要发不透 这个很关键 之所以让面发的旺盛一些 主要是保证酵母的活跃度 大家看发好之后呢 它里面的蜂窝非常多 面糊的状态也会比原来稀了不少 像这样的状态呢就可以 然后呢咱们充分的搅拌一下 把这个气泡给它排出来 准备一个盘 这个盘上呢一定要刷匀油 然后倒入面糊 这里要提醒大家 咱们用的这个盘呢尽量厚一点 不要太薄 太薄的话容易烫面 然后咱们把面糊像这样摊开 因为面糊偏稠 咱们在摊的时候呢 一定要给它压平 把里面的气呢稍微挤一挤 抹平之后像这样轻轻的摔一下 次数不用很多 只要把它摔平就可以 因为面糊比较稠 你摔得再大力 这个气泡是跑不出来的 最后咱们在上面刷上一层油 这个油呢要很薄 千万不要刷得过多 之所以抹一点油 是为了咱们后期发酵的时候 不会粘在保鲜膜上面 原部弄好之后 直接盖上保鲜膜 进行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和第一次发酵是一样的 一定要保证它完全发好 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体积变大 看着里面就会比较空 那种感觉就可以 而如果咱们二次发酵没有发到胃 咱们直接去蒸 很难蒸起来 发酵发好之后 咱们开水上锅蒸 用旺火蒸25分钟 蒸好以后呢 整体的效果就像画面中这样 清点呢非常蓬松 还有一点淡淡的黄豆香 喜欢吃这种发酵的朋友 不妨在家里面试一下 记好咱们说的重点 再来做就比较容易 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也别忘了帮忙 点个关注点个赞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告诉我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